由文電力公司也挺喜歡文電力公司的 香港電力公司是一個什麼市場呢?就是Monopoly 為什麼是Monopoly?明明有兩間電力公司 因為同一個市場只會找到一個SPA 所以基本上他們在各自的市場都壟斷了 所以是Monopoly 那屬於哪種Monopoly呢? 這就是你對香港有多大的認識 香港電力公司是屬於Latural Monopoly 政府沒有說不給多一間公司 只不過沒有多一間公司跟它一起 因為電力市場是一個Latural Monopoly Latural Monopoly是說行業公司自動 我會用自動,雖然會列出天然 為什麼不用天然?因為我以為是搞錯天然資源 木材、石頭等 不是,是自然成為了Monopoly 它已經解釋了 因為Economy of scale 這樣就令到它們的平均成本下降 當Total Output上升 導致平均成本下降 它才可以融入市場上 因為它本身的成本太高了 固定成本 電力公司一頭就知道很多 所以它一定要很大量生產 才能令到它的平均成本拉低 你想想電力市場的生產模式 就是我買了市場之後這個很貴 但是再生產每道電 其實成本相對便宜 所以你生產越多的時候 除了電力的成本就越來越低 這樣才可以享受到Economy of scale 令到平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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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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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